我们来接下来看一下我们轴向的认识 首先在我们的这个 刚才所讲的这个试图操作 这个大家一定要多练 多练的话就会比较熟练 不练就会操作起来会比较累 那轴向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轴向 首先我们在学习我们前面的软件 AI或者PS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画一些比如说矩形 或者是别的造型 圆形也经常画 那我们可以看到平面软件的话 我们叫二维软件 二维嘛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只有两个轴 一个是绿色的Y轴 一个是红色的X轴 是这样子的 但是三维软件不一样 三维软件的话它是立体的 所以说它有三个轴 它比我们的PS和AI多出一个Z轴 是蓝色的 记住这些轴的颜色 要记住 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好记 就是绿色 对吧 朝天空的 对吧 那我们朝天空的这个颜色 就是绿的 或者说你可以想一想 一个人站着朝天空 它的头部 顶部 它的头部 那就是绿色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是X轴 红色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C4D中 它其实有好几个仕图的 有好几个仕图 它分为后视仕图 顶仕图 右 正 顶就是 从顶部看这个人 比如说这是一个人 从顶部看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 从这个右侧看 它是这样子的 从正面看 这个人是这样子 很正常 对吧 你看一个人的话 比如说举个例子 你是在楼上看的话 它是这样子的 对吧 你是在它的这个右边 看它是这样子的 你在它正面看 不就长这样吗 所以说我们的C4D中 它有几个视角 我们称为它的这个仕图 这个的话 大家也要去认识 那我们这几个仕图 怎么去调出来呢 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C4D 大家可以看到 我打开了一个 这样小金人的这个模型 这个文件 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滚动滚轮 来缩放它 按住alt键来旋转 来观察它 它是给了黄金材质的一个小金人 所以说闪闪发光 然后呢 我们这样去看的话 它是360度 可能360度无视角 你可以去滑动你的这个鼠标 然后呢 可以进缩放 看它的脸部细节 然后呢 这个的话 还可以按住alt键 进行一个平移 平移 然后通过alt 配合鼠标的中间 进行平移 再旋转 看它上面拿的是什么东西 对吧 没搞明白是啥 然后呢 应该是卖税吧 类似于 或者像花样的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仕图 怎么变成四个仕图呢 在我们的界面的右上角 除了我说过的这个平移 缩放旋转以外 旁边还有一个 这个的话呢 就是将我们的仕图可以进行缩小的 你将我们的仕图进行缩小以后发现 它会展现出来 会显示出另外的一些仕图 那另外的仕图的话呢 包含什么呢 顶仕图 正仕图 和右仕图 这个是三维软件里面特有的 玛雅 三维软件里面也有这些仕图 那我们点击刚才的这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图标 点击它 它会最大化 点击它 它会缩小 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楚啊 在画面中的话呢 它每一个仕图它都有一个这样的图标 对 它每个仕图都有 说白了就四个仕图嘛 四个仕图 它就有四个这样的图标 就四个这样的一个图标 那要搞清楚啊 不是只有一个啊 比如说你想将这个仕图放大 你就点击这个图标 说起来你就点击它 要放到这个仕图 你点击这个图标 要说起来还是点击它 那这样的话呢 可能点起来有点慢 其实它有个快点键的啊 它的快点键就是我们鼠标的中键 也就是这个滚轮键的 按下去啊 它就会最大化 一旦按下去 它就会最小化 按按 你可能会问了 为什么只是在这个画面中进行放大 因为你的鼠标就是指着它呀 如果你把鼠标指到这边过来 它就会放大和缩小这边 你把鼠标指到这边来 就能放大和缩小这个仕图 鼠标指这边放大和缩小这个仕图 OK 那这些仕图的话呢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 它是有这些网格状的 就是像感觉网格一样的 为什么这个仕图它是一个金色人呢 我们可以平移一下按住Alt键 然后呢 鼠标中键平移一下 为什么它是金色的呢 为什么它是网格呢 那是因为 这个网格默认的话呢 它选择的是 这有个仕图菜单里面有一个叫显示 选择的隐藏线条 它就是这种网格的 如果你选择了这个光影着色 它就是这种实体的 没有网格线的 那这里的话 在这里设置 选择显示 这里面有一个叫做光影着色 在这里 可以看到 这也是光影着色 但是呢 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们一般C4D 只有透视视图 一般显示为光影着色 其他的视图都把它显示为 隐藏线条 就是只有线框的这种方式 这个是一种比较常用的一种方式 然后可以看到 这个人他在不同的角度所看 所观察他的一个效果 然后呢 就跟大家讲 只有透视视图可以进行旋转 这些视图 你按住alt键 它也能旋转 但是呢 转起来的话呢 它不能说360度那种立体的旋转 它是只能这样转 所以说跟大家讲 只有透视视图才能按住alt键 配合鼠标的左键进行旋转 而这些视图 顶视图 正视图 右视图 不要给它旋转 但是呢 有同学可能会问了 老师那我一旦转到了它了 怎么办呢 我不小心转到了 或者说我怎么判断它 到底我有没有旋转到这个视图呢 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 C4D中有里面有个网格 只要网格线是斜的 不是水平和垂直的 说明你转到了这个视图 你旋转到了这个视图 那应该怎么把它恢复回来呢 我们可以点击查看 恢复默认场景 这样的话呢 就恢复回来了 再来选择这个 查看 恢复默认场景 但是有些时候恢复完它很小 你要滚动滚动 这样给它显示大一点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的 查看 恢复默认场景 显示回来 那有团人可能会问了 那这些视图不能旋转 那能干嘛 能缩放 还能平移 按住order键 配合鼠标的中键 平移 也就是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 透视视图 是xyz三个轴的 而这些视图 只有两个轴可以用 你会发现 这个视图是z和x可以用 这个轴是y和x可以用 而这个轴是y和z可以用 所以说这些视图 相当于是ps中的二维画面 也就是说ps中不就是只能缩放和平移吗 所以说这些视图只能缩放和平移 不能旋转 旋转以后 它就不好去确认它的位置 不好确认位置 所以说我们要明白这几个视图它的意义 那有团人可能会问了 老师那这个有正视图 我们来显示成光与着色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看到它正面呢 那能不能看到它的背面呢 我们选择显示旁边有一个叫摄像机 看到没有 这里面有一个视图的切换 比如说你可以默认现在是正视图 你可以签成背视图 看到它屁股没有 对吧 那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摄像机师可以选择正也可以选择背 是这个意思 但是呢 一般我们选择的最多是正视图 就是它默认的 是最多的 也就是说我们可选 像这个右你可以选择什么 左 它就变成它的左边了 摆成这边了 你也可以选回来右 是这样子的 放大一点 那这边的话呢 是看到它的这个我们光影着色 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是头部 你可以选择它的底部 选择摄像机选择底视图 放大一点 有些比较小 你看它的脚 两个脚丫 你看这是它的手 所以说摄像机的脚 它的这个视角它都可以改 摄像机改成顶 那我们恢复到默认的 恢复默认就是顶 这是第一个 然后呢 它显示为隐藏线条 然后默认的正视图 显示成隐藏线条 这个右视图是没有错的 所以说四个视图 就是这样的效果 那有些人可能会问了 那四个视图有什么作用呢 那我现在的话呢 给你简单演示一下它的作用 把这个人我给它先选择这个地方 跟框框动它把它删掉先 或者说我先不删它 我在画面中按住这里画一个立方体 这个立方体很大 我先给它缩小它 这个缩小 我大家先不用操作 给大家看一下 缩小它 缩小它 我可以最大化 按中键最大化 这样我看得比较清楚 如果这个 如果我们的这个叫做立方体 它现在离这个人 我现在移动到这边过来了 看到没有 离它比较远 比如说我想把这个人移动到这个立方体上面 然后站在上面怎么办呢 在我们画在我们透视图中去操作呀 我们可能会这样去移动它 移动它 移动它 是不是站上去了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其实呢 在C4D中啊 一定要注意 我们在移动对象的时候呢 不能就这样移动 你必须将视图摇起来 旋转起来会发现一个问题 它其实没有站在它上面 它离很远了 但是在这个视角是一种重叠的状态 有感觉它站在上面 但是呢 三维空间的话呢 它真实是没有站在上面的 所以这个移就很麻烦了 那我们就可以配合顶视图 最大化这个顶视图 那顶视图的话呢 我们放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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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我们的对象 找到我们这个对象 看在哪里 缩小它 找到它 会发现 你看这里啊 那你看这个是人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立方体 我们选择这个人 这个主 我们只要把它移动到它上面 你看我在这样移动它 你看可以对的很准 对它上面 然后呢 它就对的比较准了 你看对上去 但是呢 在顶部看它是站在它上面的 但是呢 在我们的左视图来看 这个人它还是在空中的 你可以看到 那我们可以将这个人往下压一点点 这个时候就很准确的站上去了 我们在透视图就可以观察到 旋转观察这个人 你看还差一点点腾空的 看到没有 那我们这个时候 又可以在这个视图这里 最大化它来进行一些微调 也就是说 透视图可以拿来观察 这个视图可以拿来观察 而这些视图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顶视图啊 正视图啊 右视图啊 可以拿来进行对象的摆放和对齐 这是比较方便的 所以说为什么它只能看到 为什么一般我们看它的线框会比较多呢 因为线框一般对起来都好对一些 所以说大家知道这几个视图它的作用 好 那现在的话呢 我切换到我们这个PVT 跟大家来说一下 我们这一节课要明白一个细节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视图的话呢 它是可以进行切换的 甚至它可以使用快捷键来切换 就是F1到F5 也可以使用我们的中键进行切换 那F1到F5的话呢 相对于笔记本电脑来说 就比较麻烦一些 操作起来 那我给大家操作一次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最大化透视视图 按F1 F2 F1是透视图 F2是顶视图 F3是右视图 F4是正视图 F5是回来回到四个视图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大家要明白 这个切换 我们按F1最大化透视图 F2 顶F3 右F4 正F5 全部视图 所以这里的话呢 F1 我们的这个F5 它是这样的切换的 但是建议大家还是使用什么呢 中键切换就这样子 像我这样子 鼠标中键 对着它 点一下 点一下 对着它 点一下 放大 缩小 对着它 点一下 再点一下 点一下 点一下 这样子也很快 所以这个的话呢 得看你更的操作习惯 你喜欢用快键 就用F1到F5 都可以切换的 F1 F2 F3 F4 F5 或者说使用中键 在视图中切换 然后呢 其他的话呢 就是要明白 二维空间只有两个轴 三维空间有三个轴 而且大家要明白 而且要记住 三个轴的颜色 分别是红绿蓝 你看 我选的这个人 选的这个立方体 会出现这三个轴 红色 绿色和蓝色 它们分别代表什么 有时候你忘了 可以看这里 这里就给你提示 有名称 好 那这一部分 就这么多 停 el 停